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席尔上学 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 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席尔上学这个词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过同样的经历 就是觉得席尔上学这个词本身就很难理解 更不用说它的哲学内涵了 明明觉得这个词应该和上学没关系 但为什么还偏偏有上学这两个字出现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解释席尔上学这个名词开始 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聊一聊 究竟什么是席尔上学这一哲学领域 我们大家都知道 研究红楼梦的领域被称作红学 以此类推我们就可以知道 席尔上学就是研究席尔上的领域 是关于席尔上的学问 那么席尔上学这门学科究竟研究什么呢 首先席尔上学的英文名词是metaphysics 在现代哲学领域里 meta代表着超越的意思 而physics在古时和今天的意思也有所不同 它代表着自然科学 也就是研究我们感官所感受到的这个自然世界 那么合在一起 metaphysics就是超越自然科学的一门学问 也就是研究精神世界的一门学问 日本明治时期有一位哲学家名叫锦上哲次郎 由于日本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大量使用汉字 他的研究西方哲学时就在考虑如何把metaphysics翻译成汉字 很显然这位日本哲学家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研究 他知道中国的《易经》中有 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气的说法 所谓行 直接意思是指有形的事物 也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自然世界 而行而上就是指超越有形的事物 也就是超越自然世界的东西 比如道义等抽象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世界 而行而下者未知气是说 所有包含在有形范畴里的事物都可为我所用 想到这儿 锦上哲次郎意识到 研究精神世界的metaphysics 不就是研究行而上的领域吗 尼尔他就把metaphysics翻译成了行而上学 由此可见 这个翻译真可谓是传神之笔 随后这个名词 就由清末的留日学生带回中国 但晚清大学者严富对此很是不以为然 他觉得我们中国还是要有自己的反应 他根据老子的道德经 把metaphysics翻译成玄学 但相比之下 行而上学的翻译 很显然更为贴切 渐渐的 行而上学一词就扎根在了汉语之中 那么行而上学具体研究的是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说 行而上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我们所身处的宇宙 包括我们所身处的自然世界 但和自然科学不同的是 它不是通过我们的感官或者科学实验结果 而是通过逻辑推理来了解世界 它的这个逻辑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们在后面会说到 既然是要了解世界和宇宙 作为第一步 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 我们身边的事物是如何存在的 也就是什么是存在 而这正是行而上学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 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嗅到了 哲学问题的声色和高深了 由这个核心问题出发 行而上学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研究领域 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直到今日 所有这些问题几乎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这可能也是哲学研究的普遍现象 我们今天就集中讨论 什么是存在这个核心问题 从古希腊到今天 哲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 存在有两种形态 一种被称作existence 另一种则是be-ing 那么existence和be-ing有什么区别呢 实话跟您说 您就是今天到网上去查这两者的区别 你会发现 哲学家们各书己见 也就是说到今天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他们甚至都无法定义 什么是be-ing这种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首先existence 比较容易达成一致 因为它代表着事实 代表着客观存在 所以对此人们没有什么疑义 但一说到be-ing 那就炸了锅了 有的说be-ing代表着存在的本质 有的说代表着存在的意义 我还读过一位哲学家的文章 他认为be-ing就是existence 加上存在的主体 被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譬如我们说 他是个男的 这显然是一个客观存在 说明他是一个男人 而不是女人 更隐身一些 我们可以理解 他是一个男的人类 而不是其他物种 这就是存在的第一个形态 existence 可是当我们接着说 他作为一个男人 或者说 他终于成长为一个男人 这时 我相信在大家脑海中 立即就浮现出很多的东西 譬如 他应该具有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 他的男人气概 他的偏偏风度 甚至他的领袖气质 等等 这也是一种存在 但他带有更多精神层面的东西 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这就是be-ing 他具有existence 所不具备的精神世界 同样 当我们说 他是一位母亲 和我们说 他 作为一位母亲 这同样代表着 存在的两种状态 这两种状态 可应用到很多其他的事物上 譬如一匹马 一栋房子 都有两种存在的状态 到了这里 我们就更容易理解 形而上学 所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给出一个明确 而又统一的定义 来说明什么是be-ing 以及be-ing和existence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因为不同事物 有着不同的be-ing状态 譬如男人和女人 有着不同的be-ing 而人和动物 也有着不同的be-ing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 来说明这一挑战的艰巨性 请听下面一段对话 你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一点小意思 那你这就太不过意思了 哦真对不起 我其实就是意思意思 我相信 大家对对话中的每一个意思 都有着明确的理解 可是如果此时 要求你用一个简单的定义 来解释汉语中的意思 这个词时 你会发现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偏偏 哲学家们总是希望 给存在做出一个 统一和明确的定义 所以直到今日 仍然是各说各话 但是正是通过 对存在的研究和讨论 让人们意识到 我们感官所感受到的世界 只是一个表象 而表象的后面 有着更高的精神层面 正是沿着这个思路 亚里士多德通过逻辑分析 对宇宙提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他认为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生生死死 各种变化 各种运动 都只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 也就是existence 之所以 你通过观察和科学实验 所做出的结果 只能帮助你 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 进一步了解这个世界的existence 但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 了解这个宇宙形成存在和运动的根源是什么 也就是它的being 你必须借助于精神世界 借助于心而上的东西 为此 亚里士多德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描述 那就是 宇宙间这些变化的根源 来自于一个最终的推动力 或者说最终的推动者 它控制和掌握着所有的变化 而它自己是永恒不变的 同时 生活在自然世界的我们 是看不到它的 正是由于 它对于宇宙的这种描述 促成了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诞生 那就是神学 很显然 神学中的上帝 就是宇宙的最终推动者 而世俗社会上的各种事情 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而进行的 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应该意识到 形而上学对人类发展的贡献 形而上学对于客观存在的研究 让他们意识到 自然世界的背后 有着观察不到的力量和因素 在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这是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 是超越自然的研究 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 之所以 牛顿在发现苹果掉到地上时 他不是简单的接受这一客观事实 而是开始思考 是否由我们看不见的力量 在起到作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 人尽皆知的万有引力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